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请看我的标题 VUE3.0 小式牛刀 对 今天我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VUE3.0的一些基本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 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 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这些朋友们 有你们的支持 我会把视频一直做下去 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的支持点就一个 大家请看VUE3.0 Beta版的使用 是这样 据说 据尤大神说 VUE3.0将要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推出 具体哪天没说 咱们就一起期待吧 在推出正式版之前 咱们今天先用它的Beta版 好不好 那咱们先稍续马上开始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是这样 咱们应该先安装一个它的命令行工具 当然 这个命令行工具 它目前仅仅支持二 但是 咱可以给它加上三的功能 咱们先少许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步骤做 好那咱们现在先开个终端 然后把它调下字体 然后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在这里面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安装一下 它的命令行工具 我已经安装过了 但是为了给您演示 咱们就再执行一遍 Go 我现在版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最新版本 应该是446 咱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VUE也好 Note GS也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依赖的包 第三方包太多 咱可能直接装一个小功能 结果装了个一二百兆 这都很正常 大家请看 我现在版本是446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清评VUE空格-V 看一下 其实是446 说明咱们VUE的命令行工具 安装成功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咱们在我的本地建一个工程 虽然现在的VUE还是二版本 但是我斗胆 把我的工程名叫做VUE3 好不好 好那咱们就来 装一个VUE3 Let's go 这个地方选择 咱们就选择默认 好不好 巴贝尔加这个ESLink 这个地方正在给咱们初始化工程 这个要根据您的网络情况来决定 它多长时间完成 基本上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成 那咱们就等一下吧 好的 已经完成 看来我的网速还算不慢 是吧 那么咱们怎么办 是这样 一般来说 咱们初完工程 我都要给您启动一下 演示一下 不 现在咱怎么干 请一个打包 咱们先进入我的工程 然后清平 咱们使用这个 编译命令 把咱们VUE2的项目做一个打包 干什么 我想比较一下 2和3 打包之后 同样的逻辑 打包之后代码的大小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打包 打包之后 打包之后 我这显示的是size是89.18 压缩后是31.93 对吧 OK 这个就是我这个地方给您显示出来的 没问题吧 其实我在这个里面都给您粘出来了 OK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现在建的其实是一个VUE2的工程 那么咱们要在这个工程里面加上VUE3的功能 该怎么加 大家请看 用这句话 VUE add VUE next 我把它拷贝过来 让我把我的屏幕清空最大化 让您看得清楚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命令 这样的话 会在您的本机 会在您的本目录工程中增加VUE3的功能 好不好 咱们缩小回来 清平 然后咱们试一下 Go 安装完成 看起来我今天的网速是还算不错 是吧 OK 其实大家请看 这地方其实给咱们提供一个命令行动插件 让咱们的现在的命令行动工具 可以使用下一代版本VUE的功能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插件起的作用 OK 咱们回来之后 然后咱们干嘛 还是跟刚才一样 咱们先编译一下 看一下VUE3这个版本支持的文件的大小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size变成了80.55 压缩后是30.14 对吧 相应的比刚才2的版本有所减少 对吧 OK 那也就是说它的执行速度会有所提高 对吧 那咱们先手机马上运行一下 现在我的版本已经是支持3的版本了 咱们干什么 咱们直接敲NPM Run Server 咱们直接运行它一下 好 起来之后咱们访问一下 这个因为咱们是拿R的模板键 所以说这个地方看到跟R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说明说明咱们在咱们本地增加了VUE3的功能同时把它给运行起来了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我是这么想啊 咱们先停掉 然后我在本地 咱们再看一个VSCode 咱们看一下这个工程 都有哪些个变化 好不好 OK 咱们打开了这个VSCode 咱们看一下它的代码结构 也就是说VUE3和2到底改变了哪些呢 咱们看一下啊 正好有这个GIT给咱们管理啊 咱们看 其实就变了三个文件吧对吧 通过咱们刚才给这个VUE2的工程增加3的机能之后 其实就变了三个文件 咱们看 首先是MAN M的左边是咱们VUE工程一般的写法 咱们大家都看熟了对吧 右边是VUE3的功能啊 大家请看一下 那好像这个比这个2的功能稍微简单一些对吧 它在这个VUE包里面引入了一个叫组件也好 叫函数也好 叫全局函数也好 创建一个APP 然后呢就创建了这么一个APP 对吧 传入了咱们的整个工程的启动组件 对吧 相对于这个2的来说 感觉这个3的这个代码简洁性似乎是好了不少 好吧 OK 这是一变化之一 另外呢 就这package这个地方有所变化 变哪呢 大家请看 也用了VUE的包 由这个2611变成了3.0 beta版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编译器 SFC的编译器 这个地方呢 这个ESLink的插件做了一个更新 对吧 同时这个增加了这个命令行的插件 接下来增加了一个VUE必要的一个酷 并且并不是很大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是这样啊 因为啊 这个VUE3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组合式API composition API 对吧 今天呢我就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组合式API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首先在演示之前咱们先访问一下这个组合式API的官网 啊 composition 试一下啊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今天的例子呢 就是来自于它的官网 好不好 您看这个代码也行 您看我的课程也行 我会给您讲解一下这个例子 同时它的官网 因为是由大神开发 所以说这个官网支持中文啊 非常的不错啊 太棒了 好那咱们先少许回到我的课件 今天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使用这个组合式的API 给您讲解一下 先最简单的入文方法 好不好 OK那咱们怎么做 这个是咱们的VUE的工程 对吧 咱们在组件文件夹下 咱们建一个组件 我今天的起的名字叫做mybutton 我建一个自己的按钮的VUE的组件 好不好 然后把我课件中的代码 就这一段代码 拷贝过来 这个就是VUE3.0中的推荐的组件的写法 咱们看一下啊 模板这个和2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里面呢 我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我加控制 这个呢 我就一个组件 对吧 我这个组件就是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的时候 按下去的时候 会调用increment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大家请看 是在下面写的 这个是这样啊 以前咱们用VUE2的时候的所有方法 都在一个叫做messor的这个地方写 对吧 但是现在不用了 咱们就在整个输出的这个结构框架中写 就可以了 OK 那么咱们点击这个方法 同时在这个按钮里面呢 显示出来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呢 会在这个方法里面进行变更 好吧 OK 咱们看啊 在这个js的部分 咱们首先先import两个内容 从VUE的包 一个是一个交互是响应式的函数 另外呢 是计算属性 以前咱们这些个内容 都是写在下面罗列出来 特别是计算属性方法 对吧 我给您看一下吧 我给您看一下咱以前是怎么写法 非常的不好理解啊 也不用说不好理解 就说埋了 以前的写法会是什么样子 以前的写法会让您感觉 虽然是相同的逻辑 但是它是却写在了不同的地方 我这用我的模板给您生成了一个以前模板的样例 我给您拷贝过来啊 比如叫做test.voe 这个是VUE里面标准的组件的写法 咱们大家请看 调用组件 然后呢 所有的数据 只要建一个数据的函数 然后返回各种各样的数据 绑定属性 看绑定计算属性 要在这个地方写 对吧 绑定方法在这个地方写 然后同时需要的事件 都要这样去定义 这是2.0的写法 对吧 那么咱们3.0不用了 咱们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可以定义咱们要调用的组件 然后在这个地方下面返回 上面呢 直接调用 同时咱们这个组件中所用到的共享数据 在setup之后的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声明 声明完之后 声明完之后呢 在咱们代码中就能够使用 比如说现在我声明了一个整个组件的状态属性 对吧 因为它是响应式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加上一个响应式的函数 然后在里面定义咱们所需要使用到的这些个值 然后呢 大家请看 因为我这个double这个值呢 它是计算属性 所以说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加上了一个计算属性的函数 然后里面呢 是计算属性的描述 要放到以前计算属性要写在哪 要写在这儿吗 对吧 现在不用了 哎 是不是感觉就是说我同样的逻辑 好像都能写在同样的地方 而不用说我以前在写的时候 我可能这个double属性要定义在这个数据这个里面 然后我计算要写在这个里面 然后跟你生物周期不同的 我还要再写在下面的某一个生物周期事件里面 现在呢都统一到这一个地方写就可以了 好吧 那咱们这个代码块 其实很简单 我一上来声明了一个响应式的函数 声明了一个计算属性 这一上来呢 给我整个组件声明了一个状态的对象 或者说存储的状态之类 在这里面呢 我定义两个 一个是count 我一会这个地方要用 对吧 另外一个呢是计算属性 它会永远把现在这个count值乘2 好不好 OK 然后呢这有一个全局方法 在我这个按钮按下时呢会调用 然后我这个组件所描述出来 或者想输出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return返回 也就是说我整个组件其实就是一个setup函数 然后里面呢 可以根据我的需求来描述不同的业务的内容 这个就叫做它的组合式 这个请您能够理解啊 OK 那么咱们先手续 咱们运行下我的组件吧 在这里面 因为咱们声明了一个这个my button 是吧 所以说咱们应该在APP里面把它引运过来 这地方咱们先把它import进来 import进来没说的 然后因为import了 所以说在组件的位置咱们把它加上 对吧 说明我这个APP这组件要用到这 哪些组件在哪就要加 对吧 同时我看看啊 在这模板的地方 模板的地方 咱们把这个my button的这个引用加过来 可以吧 我这加一条横线算了 OK 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在咱们主页面看到我my button my button的这个组件 咱们试一试啊 直接清评npm npm run 运行起来 编译如果没报错的话 OK 起来了 咱们马上访问啊 大家请看 下面就是我声明的这个组件 为了让您看得明白一点 我把上面这个都删掉了 这hello组件咱不要了行不行 这个hello咱也不要了 这样只保留我一个组件行不行 上面这张图片出来了吧 然后到我点击它的时候 你看 动态加一嘛 我点击几次 这是加几次 同时下面呢 给我乘个二 这是咱们整个这个按钮 按钮组件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方式 这个就是简单的用咱们组合式的组件呢 开发了一个组件 你是不是觉得这种鞋 反正我用这个 我读到他这个试像之后 我感觉他这个新的思路啊 真的是怎么说呢 代码更灵活了 而且呢 业务相关的代码更加了 可以把它写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感觉 然后今后呢 我也会深入去研究一下VUE3 然后呢 给您带来更新更好的教学的视频 好不好 ok 今天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我呢今天呢给您 在这个VUE320正式版发行之前呢 给您演示一下它Beta版的简单的使用方式 希望对您今后学习这个VUE呢 有所帮助 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ok 那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呢 您下载参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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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